就是娛樂就是要健康 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週一到週五 晚間八點鐘的就是娛樂 我是儀佩 趕快來介紹今天親子料理 PK賽的兩位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 謝麗金 阿菁姐 嗨 各位好 大家好 再來歡迎的是 非常火辣的媽媽 最近瘦身有成 來歡迎林秀琴 秀琴姐 哈囉 大家好 秀琴 再來歡迎我們的營養師好朋友 歡迎林婉萍 大家好 我是營養師婉萍 好 同時呢 今天除了我們的營養師 還有兩位藝人之外 我們來了四位小朋友 這四位小朋友的功用 非常的重要 除了待會兒要幫我們 擔任評審之外 待會兒還會幫兩位藝人 當小幫手 歡迎的是 Ryan 好帥喔 Jasmine 歡迎Gavin 以及Rachel 好 四位小朋友超可愛的 歡迎你們 由於兩位都是有原住民的協同 所以今天主題食材 就跟原住民有關 就是山豬肉 難怪我覺得那個 沒有 沒有 難怪我覺得那個小朋友 他本來要用 那邊 對… 要配合你們 所以我們今天食材 沒有啦 不是山豬肉啦 山什麼 山…山酥 對 就是山酥這個料理呢 它算是菜吧 是 它是蕨類 是一種蕨類 因為山酥取得比較不容易啦 對 那如果說我們平常在家裡 自己料理山酥 或是山產店看到 我們當然一定都是吃炒山酥啊 對 青草的 對 青草嘛 或是加點辣椒小魚乾 再來一手啤酒多好 對不對 一手一種 真的 一手一種 下中產 但是呢 如果要讓小朋友接觸山酥 就要有一點點技巧了 對 對不對 那秀琴姐的小孩現在多大 我小孩子不好騙 因為她已經小五了 小五我騙不了 而且她其實從小來 小學歷這蔬菜她都不吃 都不吃 都不吃 好損失喔 但是呢 她聽說小五跟妳長一樣高 跟我長一樣高 而且差我一公斤而已 怎麼那麼高幹嘛咧 我不曉得 而且就是我們家一周 像原住民的蔬菜山酥 也是我們常常會在桌上看到的 對 但是呢 如果兩三天看到 她就不吃飯 是 她就只吃白飯 所以我變成都要花很多心思 不然就是一周只上 只出那一道菜這樣 可是小朋友不愛吃山酥 你就不要給他吃啊 他是連綠色的蔬菜都不愛 都不愛 這樣就不行耶 對 因為山酥它有一個梗 有沒有 它就前面它只吃那個嫩嫩的 後面它就把它全部都吐出來 那妳可不可以 那個山酥它不是梗在中間嗎 然後椅子在旁邊嗎 妳就把那個梗這樣子切這樣切 然後梗就自己留住 妳自己吃啊 然後在旁邊 妳跟志遠哥 我們都留給爸爸吃 對 妳跟志遠哥就來個 青草山酥梗 然後小朋友就吃 山酥梗的就好了啊 沒有 就感覺 他就一直在那邊這樣子 撥來撥去就覺得 對 餐桌上面都這樣髒髒亂亂的 就覺得妳在撥什麼 是 然後就說我不喜歡吃這個 咬不動什麼的 我想說老人嗎 如果有時候我們選得不夠好 不夠嫩的話 就老人家也咬不動 其實我們成年人就是 對那個梗還吃起來特別過癮 會有卡滋卡滋 會脆脆的嘛 很好吃啊 對啊 但是我們今天就要挑戰用山酥 小朋友可能會覺得那個梗太硬 我們就要挑戰用山酥做料理 不過提到料理 阿菁姐雖然沒有小朋友 但是聽說對料理很有一套 我雖然沒有小朋友 但是我很會聽說有 真的啊 因為妳就是講話娃娃音啊 沒有 就是跟小朋友 妳就可以比如說 她不喜歡吃這個菜 妳就幫這個菜營造一個故事 妳想說那個小公主啊 她以前就不愛吃蔬菜 因為這樣她常常會頭暈 然後就跌倒之類的 對 她們懂得 一定懂得 所以其實妳要放入故事中這樣 而且還可以配合一些舞蹈動作 妳還有舞蹈 我好炫喔 偶爾要加一首兒歌 比如說老闆 對 來 假設 好 小朋友最喜歡吃青椒了 青椒也有歌 青椒 青椒 你看青椒歌 青椒青椒 有種蔬菜真好吃 吃的時候酷 甜甜好 你看他們說我的臉 蛤 大傻眼 他們今天錄太多集了 他們是好聽的啦 小朋友 這樣子有唱歌的時候 會不會想吃這個蔬菜 沒有 天啊 我們怎麼辦 怎麼辦 不好意思我 我們小孩沒有 這小朋友真的好難cue耶 妳怎麼這樣子怎麼辦 對… 不是因為小朋友是真的不會說謊 對 完了 所以歌不能只有一首 要很多首 要很多首 不然妳再來第二首 妳幫她挑那個什麼 來 第二首 第二首 別的… 紅蘿蔔 妳都挑他們不愛吃的 紅蘿蔔… 紅蘿蔔… 紅蘿蔔來… 1 2 3 一個蘿蔔 一個青角 那個好… 蘿蔔蘿蔔真好 青椒青椒真好 腰吃啊… 好的 這個… 要選哪個 這個 紅蘿蔔 妳要吃哪個 紅蘿蔔 那妳要吃哪個 紅蘿蔔 妳看 沒有人吃青椒耶 是不是 這個時候掌聲會鼓勵鼓勵 對 小朋友就吃了 是 真的 因為妳剛剛第一首他們不熟 第二首都不熟 有道理… 對啊 妳聽一首就是沒聽過 對 所以就是要有一種情感的依附 對 好用心喔 對 好 可惜我沒有孩子 方法很好 對啊 不過今天兩位要來PK 用山蘇做料理 那我們待會兒就看 兩位端出什麼食材 在這之前 我們要先來看一則 跟健康有關的新聞 因為現在天氣越來越冷嘛 很多人大家都想說 我要來吃個火鍋 但是妳別太晚吃火鍋 而且火鍋湯也不要喝太多 因為有可能妳今天晚上吃火鍋 明天臉就腫起來了 天氣變冷 吃火鍋的民眾越來越多 但是妳知道嗎 吃火鍋不注意挑選食材 鈉含量過高 吃多了很容易水腫 天然和人工含鈉量有差別 食材部分也一樣 加工過的火鍋料 含鈉量相對比較高 像是魚卵捲每100克 就有789毫克的鈉含量 蝦腳每100克也有599毫克 貢丸蛋餃也都有4-500毫克 左右的鈉 比起高麗菜的17毫克 或是凍豆腐的8毫克 加工食材的鈉含量真的高得驚人 蘸醬裡面也是一個很大的陷阱 像烏醋啦 豆瓣醬啦 這些都是含鈉量很高的 或沙茶醬啊 鈉籽它本身就會 它就會抓住我們很多的水分 讓我們水分比較不容易排出體外 又香味道又濃郁的麻辣鍋 吃到一半如果要加湯 營養師就建議不要加高湯 可以改加白開水 以免越吃越鹹 熱量越高 吃酸菜白肉鍋時 如果點兩盤豬肉 建議其中一盤換成魚肉 或是雞肉等白肉 減少油脂攝取 如果吃泡菜鍋 由於泡菜本身鈉含量就高 建議還是多放點新鮮蔬菜 也盡量少喝湯 因為鈉會融於水 煮完火鍋最後剩下的湯 鈉含量可是最低限度 這次的新聞明明就在看說 吃火鍋真的不要喝太多湯 這樣對身體可能會不太好 因為鈉含量太高 阿靜姐在旁邊說 我昨天才去那個叉叉計 好好吃喔 一定要多喝這個湯 而且妳知道嗎 晚上吃火鍋喔 一妳有那個肥胖的問題 然後二妳又造成身體 太多那個鈉的負擔 妳知道我每次只要吃完火鍋 當天晚上一定做噩夢 不會 然後吵完架之後 看到小朋友抱著小孩子哭 然後哭完之後 炒完去炒菜 炒完菜之後又起來上廁所 也太忙了吧 真的 就一生這麼噩夢 因為我們在睡眠的那個管理的時候 有兩個原則 第一不能吃太飽 對 然後第二呢就是不能吃一些 辛香料太重的東西在晚上 會造成妳晚上會睡眠品質會不好 這是真的 所以我現在就盡量 久久吃一次火鍋 對 但為什麼 對 然後鹽分又太高 對 所以會造成說 大家吃完之後有負擔 對 那跟山蘇有什麼關係 有什麼關係 我們是解釋一下 就是平常我們在這個買 不是家用包 一包的這個麻辣鍋 或羊肉爐 就是那個超市都會有賣 那一包裡頭的鹽分 其實大概大家看一下 就是像我這個湯匙 那一包的鹽分 就有十個這個小湯匙 對 但是我們一般人 只有一個湯匙就夠了 對 所以它是真的非常高 才一包 通常我們買來 都是加兩三包 對 一包哪夠 夠吃 所以我們今天為什麼 要介紹我們山蘇呢 因為山蘇最主要它的甲離子很高 對 那甲離子高的好處呢 就是你知道體內的 甲跟鈉離子兩個是互相對抗的 對 如果我吃的甲離子多一點 我的鈉離子就比較不容易被吸收 是 所以那今天我們的主角呢 山蘇它就是一個高甲的東西 就可以讓我們的鈉怎麼樣 比較降低不要被吸收 對 比較能夠 所以它就是 等於是 對 所以假設比如說 假設你昨天晚上 你昨天晚上吃了這個麻辣鍋 那可能 因為麻辣鍋沒有山蘇 但是你今天呢 你就可以炒一盤山蘇 去對抗你昨天的晚上的錯誤的飲食 這樣 所以可以彌補啦 一早就要吃 而且聽說山蘇 雖然小朋友不愛吃 但裡面的一些微量元素 還有一些成分其實很好是不是 它其實喔 就是山蘇這個綠色素材 一定要呼籲家長 就是一定要從小開始吃喔 從小開始吃喔 從小開始吃喔 剛才大家都說它的纖維很粗 對不對 對 其實我們現在遇到有一些問題 就是因為孩子在小的時候 我們都太小心照顧它了 我們可能把它都煮得很爛 或是把它剪得碎碎的 或是只有吃粥 所以孩子的舉腳功能會不好 對 甚至會影響到未來嘴巴 就是包含口語的發育都會影響到 所以我們現在就一直積極推廣 就是說孩子要從小 一歲以後就應該吃乾飯 要吃比較硬的東西 像山蘇這種東西 要趕快早點加入 有些口腔接觸敏感的孩子 這個時候他才會習慣 對 那再來呢 山蘇裡頭 其實維他命C很高 是 你知道山蘇100公克 跟一個柳丁的維他命C 居然是一樣的 一樣 我們又不吃柳丁就是這樣的 對啊 這粉山蘇 柳丁有時候太甜 還會有糖分過 對 然後再來呢 其實它是一個很好的 膏蓋的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長高有沒有 也需要山蘇 對 媽媽 我們不要處理了 我們都沒有吃是不是 所以山蘇就直接生吃就好了 我之前不是聽妳說 妳家一週吃一次嗎 那我怎麼還這麼高啊 所以妳要想說 至少一週吃一次 很多孩子是一週都沒有吃耶 有差有差這樣子 有些孩子可能 一直長到成人 都沒吃過山蘇 對 就覺得那個東西不好消化 對 而且妳剛剛有提到說 山蘇富含維他命C 所以它能夠美白嗎 能夠 但是它的美白 不是只有維他命C的關係 是 是因為它體內有個叫醃鹼酸 醃鹼酸 醃鹼酸這個東西呢 還有包含山蘇裡頭 一些抗氧化物質 它對於比如說 我們曬到太陽 它會抑制這個黑色素的形成 對 所以它對於美白的維他命C 跟一隻黑色素兩個同時兼具這樣子 對 雖然山蘇這麼好 但是還是有一些體質的人 可能吃山蘇要小心一點 對 因為譬如說 它的中間那個纖維 有一點太粗了 所以有些譬如說 腸胃比較不好的人 就會建議他 可能這個山蘇就是選邊邊 不要選中間吃 像妳剛剛說的 了解 對 或者是有些痔瘡的人 因為其實怕它邊邊到時候 可能會刮傷 那也是選邊邊 不要選中間 那另外因為山蘇比較涼 所以妳看我們去炒的時候 有時候麻油炒山蘇 然後會加了很多蔥 還有薑片 對 都是要把它熱一點的意思 這樣子 太涼了 好 今天山蘇既然這麼好 我們就要把它入菜 而且重點是 也一定要讓小朋友會喜歡吃 電視機器的觀眾 爸爸媽媽也可以學起來 因為剛剛營養師有說 山蘇有這麼多好處 應該要從小培養起 究竟阿菁姐今天要用什麼 來做出山蘇的料理呢 就是這個 山蘇茶泡飯跟山蘇春捲 是一個set的感覺就對了 因為我覺得這兩個 這是我昨天晚上想到的 是 我本身就很喜歡做菜嘛 那我覺得這個 就是小朋友又可以吃 然後又真的對身體很好 所以想說 因為茶泡飯太簡單了 對 茶泡飯這東西加一加泡一泡就對了 對 對 但是他家的山蘇 他的口感會特別好 待會妳可以試試 好的 還有山蘇春捲就是用 有點像越式春捲那種感覺 因為我很喜歡吃越南春捲 對 然後我想說越南春捲裡面 我們也會包青菜啊 肉啊 那如果說我把那個青菜 就轉成山蘇 然後看口感如何 好 就我剛剛已經做了 吃了好幾個了 真的假的 好想吃喔 小朋友都沒吃到 對 那接下來秀琴姐 要拿什麼來應戰呢 來我的就是 勇士馬告披薩 對 太厲害 有沒有 我一直很想要知道說 原住民那個一直說 馬告... 到底是什麼 馬告它其實是 泰雅族的發音 它是泰雅族的原住民的 發音的名字 真的喔 那它其實就是珊瑚礁 然後它就是珊瑚礁 它就是辛香料 然後我們原住民以前都拿來 當那個鹽巴來用 是 對 然後就是 馬告有鹹鹹的喔 對啊 它有一點鹹鹹的 馬告是鹹的啊 它是鹹的 我會覺得很香 對 它有一種 鹹香... 對 它有一點像那種 檸檬香 那種香口的香味這樣子 好 看來今天兩位藝人 都是有備而來 接下來就馬上進入我們今天的 明星親子料理PKT 好的 首先登場的就是阿菁姐 她今天要帶來的是一個 山蘇的set 包括了山蘇茶泡飯 還有山蘇春捲 用的食材呢 有山蘇白飯 日式香鬆跟熱水 那在春捲的部分 用到的是豬肉片 豆芽菜 春捲皮 魚露 砂糖還有芝麻 聽說做法非常簡單 很簡單 尤其這道菜呢 我要讓小朋友 完全自己來 那妳就是... 因為妳要下來是不是 妳要下來是不是 妳要下來是不是 就是那個泡飯 因為泡飯很簡單 對 現在我們就要請 Jasmine 兩位小幫手 還有Jasmine還有那個 Gavin Gavin你知道妳睡帥的地方在哪裡嗎 閃電 對 對... 在另外一邊 真的耶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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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妳今天山蘇要多吃一點好不好 好 妳現在就開始賄賂小孩 一定要的啊 然後因為我覺得我們在做菜 秀琴姐妳又要制止她意思嗎 對 好 那還沒有開始嗎 沒有 我們在做菜的同時 只要保持愉快的心情 因為妳知道所有的食材裡面 我們做出來的成品 它如果有愛 有歌聲 那個菜就特別好吃 對啊 真的 是 那所以呢我們Jasmine要帶來一首 一閃一閃亮晶晶掌聲鼓勵 哇 威貝貝開始 一閃一閃亮晶晶 掛在天上反光裡 好想是多小眼睛 花方的天上光明 一閃一閃亮晶晶 滿天都是小星星 好厲害喔 鼓勵鼓勵 好厲害喔 那Jasmine有要唱歌嗎 Jasmine要唱什麼 Jasmine用閃電就可以 Jasmine用閃電就可以 我們喊閃電妳就給妳個POSE 對 最帥的閃電 1 2 3 閃電 對 超帥的 我覺得有一點點就是有點憲詭 好吧 她們是評審不是嗎 對 不好意思她們是評審 她們是評審妳還Cue她們 對啊 那Jasmine應該是妳表演吧 對啊 我想要容易在妳的親身上 就是 我是沒孩子好不好 好來 親愛的Kevin 親愛的Kevin 幫我去那裡拿白飯 還有山蘇 山蘇是什麼 山蘇就那個捲捲的 捲捲的 自然捲那個有沒有 這個頭髮自然捲 綠色 然後還有哪一個 豆芽菜 可以嗎 好 出發 出發 三個 捲捲的 可以提示嗎 可以啊可以 捲捲我 哇 你為什麼不連那個碗拿咧 沒關係 它其他剩下 我們就去來炒個那個大人口味 對 好 偶爾給Kevin拿 好 好 可以拿回來了 可以拿回來了 小心喔 小心喔 這個是母系社會 真的欸 對 謝謝 很激民血統 好 我們來Check一下 豆芽菜 沒錯喔 你剛剛為什麼不連碗一起拿呢 山蘇 好 山蘇 好 接下來白飯 白飯 耶 一百分 自己講算 準備準備 好 兩湯匙 兩湯匙 兩湯匙沒有味道 兩湯匙到這個小碗來 好 好 那你等一下放一下 現在 阿菁姐要幫我們做一個 山蘇泡飯 對 山蘇泡飯 那因為山蘇泡飯滿簡單 所以可以讓小朋友幫忙 OK 第二個步驟 要麻煩可愛的Kevin 幫我們把這個蝦送倒進去 全部倒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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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接下來我們要請Jasmine 把這個已經切碎的山蘇 放進來 太進去了 對 對 沒關係 這樣就可以了 謝謝 麻煩你把這個水倒進來 倒一半就好 很燙很燙很燙 很燙很燙 不是不是 你的手 對 這個溫水還好 溫水好 對 好 OK 好 停 好囉 阿姨 好的 各位親愛的 我們的山蘇炒泡飯 就完成了 好 謝謝妳要趕快 今天用的山蘇 妳有多樣的福利嗎 其實呢 因為小朋友他們怕那個山蘇比較強烈的味道 對 其實山蘇它是可以吃的 喔 好吃耶 很好吃對不對 可是因為我們那個山蘇炒泡的山蘇 全部都是 我覺得他不會喜歡耶 妳吃吃看 妳吃吃看 妳看很聰明耶 開始抓那個自然捲的地方耶 對啊 Kevin 妳要不要吃吃看 苦苦的耶 剛才妳有拿過 很像奔跑 唉唷 好捧場喔 真的 好捧場 對 妳吃起來感覺如何 我都想要三天 那妳覺得呢 那什麼妳還要繼續吃 OK 是不是 那什麼妳吃就餓是不是 他真的就 我們還沒有 我們還沒有開始吃 我們還沒有完成品 還有還有還有 還是接下來我們就整盤這樣整多餅 他就吃就好了 不用不用 沒有 因為 因為其實這樣子喔 大家如果說把這個山蘇切一切 然後做成炒泡飯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就是它的那個炒香味 會特別很像香料一樣這樣提出來 就特別好吃 所以妳剛剛還沒講完 妳是說妳的山蘇其實有先汆燙過是不是 有的是先汆燙過 那如果說像大人比較敢吃就是生的沙拉的話 我們就做生的 了解 對 生的直接切就可以了 所以這樣子的茶泡飯問一下營養師 適合小朋友嗎 一般來講喔 就是小朋友我們大部分都還是會稍微給他汆燙 那如果說年紀越小的 像三歲以內一定都會汆燙 那三歲以後就不一定 因為要看每個人的孩子有時候 有時候腸胃有些比較強 有些比較弱一點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一般大人 就是如果還有胃潰瘍的人 我們就比較不建議就是吃茶泡飯 因為會讓它的消化功能比較高 胃酸 對 但是因為它很有運動 像它今天有如果它胃口不好 然後它想要就是開胃 像這一道料理 因為海苔香蔥是非常一個 就是幫助胃口的 小朋友都很喜歡 然後軟軟的又好吞 那你再加一點 好 韋傑 你好 然後大家想要就是開胃 好像這一道料理 因為海苔香蔥是非常一個 就是幫助胃口的 對 小朋友都很喜歡 然後軟軟的又好吞 那你再加一點鮭魚 其實也是營養均衡的一道 額頭料理 對 對 加鮭魚也很棒 而且其實茶泡飯 你可以這樣做小小碗 如果小朋友在下午的時候 有點餓的時候 這應該還滿適合的 對啊 不要吃蛋糕那些 對 會比你吃蛋糕餅乾來得更好 了解 好的 那當然既然今天是一個set 除了茶泡飯之外呢 還有什麼呢 接下來 我跟我的兩個小幫手呢 我們要做的就是 山蘇春捲 好 山蘇春捲 這個是什麼 這個其實是那個 越南春捲的材料 你剛剛如果沒有跟我講的話 我一直 塑膠是不是 不是 我以為 感覺很像是那個 什麼鍋煙鏡還是什麼的 不是 我覺得是什麼 墊墊桌子的那個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這是用米做的 越南春捲的皮 所以它其實沒 沒什麼味道 沒什麼味道 對 大賣場有賣 大賣場有賣 等一下喔 你摸一摸 你們一人拿一張摸好了 因為我有一張要工作的 好 有一張要工作 兩張給你們玩 一張要工作的 不然就讓它一整集好了 OK 看清楚喔 神奇的時刻到了喔 好 先把那個春捲皮 因為你用這個水 最好盡量是用冷水 你如果說 像你平常在家 你自己要包春捲吃的時候 你如果說用溫水 它會太快就軟掉了 好 那我們現在全部這個 都進過了齁 你們現在把這個山蘇放上來 我把山蘇就把它 把它當成是我們平常 那個春捲裡面 會用的豆芽菜啊 有沒有 我們就把它這樣弄 好 然後再給我一點點 那個豆芽菜 好…就這樣… 好 再給我一點肉 你拿肉 你拿肉 Gavin給我肉 OK 好 謝謝 那我們把它拼骨 其實這要料理很清爽 也滿適合減肥的人吃吧 對 很適合減肥的人吃 肉量很低喔 神奇的時刻到了 那個皮變軟軟的咧 我們就把它捲起來 真的 捲起來 捲起來 等一下… 好 捲… 好 捲…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還沒來 現在不能吃 我們接下來要做調味料 調味料 對 因為一般如果說我在家 我做調味料的話 我做的就是會比較辣一點 然後比較口味重一點 我們調味料也很簡單 這個是魚露 小朋友會愛魚露嗎 會不會太重 魚露的味道就很濃郁 對 但是我問題是 小朋友真的喜歡你嗎 沒有 因為我有加別的 我有加一個秘密 你聞聞看… 你覺得味道OK嗎 你看他們的臉 來 你聞聞看 他的臉很好啊 一點就好 因為我覺得 等一下你們做完再聞一次 好 你們再看看有沒有很神奇的改變 對 好不好 好 這個是魚露加一點 因為這樣子會有一些異國風味也不錯 對 然後這是醬油 早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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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麼聰明 那我再吃 真的喔 那這個咧 這個是我的秘密武器 這是雞汁 雞汁喔 就是我們有在烘雞的時候 或是我們在 它在滴下來的那個汁 滴雞汁 好香喔 這叫的呀 好香喔 好尷尬喔 這一種滴雞汁的感覺 等一下 很香對不對 香香的 雞汁 OK 這是秘密武器 對 然後接下來呢 來 這個 那個給我 這個是今天的秘密武器 妳怎麼那麼多秘密武器 對啊 這個是橘子汁 橘子啊 不是檸檬喔 橘子 是橘子耶 因為小朋友喜歡甜甜的 香吉士的那種感覺 對 我就把那個橘子 好扎成汁 好 好 我們多加一點 因為小朋友喜歡這樣 好特別喔 我們一般都用檸檬耶 對啊 而且我剛剛找不到檸檬 很厲害很厲害 厲害 好 好 好的 最後 再撒上一點 芝麻 好的 這是白芝麻 對 然後這樣子就是 等一下我們可以 吃我們的這個山酥春捲 然後沾著這個醬 就非常好吃囉 好的 其實這道料理非常簡單 無論是茶泡飯或是山酥春捲 都可以請小朋友幫忙做 阿金姐的料理完成囉 那麼接著下來 我們就輪到秀琴姐上場 她今天端出的料理 小朋友會不會喜歡 好的 接下來秀琴姐 就要用這個很賊的名字 叫做 勇士馬告披薩 因為小朋友聽到 披薩就 難以阻擋她的魅力對不對 是 聽到我的名字 應該差不多就 贏一半了 對 只要聽到披薩 就不管了 勝過剛剛 就是一直利用的 在裡面又唱又跳 什麼茶泡飯之類 對不對 對啊 不要這樣啦 好 勇士馬告披薩 要用哪些食材 我們交給Jasmine 首先我們看到有 山蘇 馬告 也就是原住民的珊瑚椒 蘑菇 紅蘿蔔 蛋 鹽跟椒鹽 其實食材超簡單的 對 做法是不是也很簡單 做法也是很簡單 對 只是呢 就是把一些小朋友 太敢吃不喜歡吃的呢 把它通通放在裡面 是 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你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就要請你的小幫手 幫你拿東西 對 這是Ryan跟Rachel 來 那你們兩個幫我去那邊 我 我需要你們幫我拿一個叫三蘇 你們叫三蘇嗎 幫我拿三個蛋 三個蛋 在哪裡 要小心喔 小心喔 好 全部拿好了 好 還有蘑菇 還有蘑菇 蘑菇呢 蘑菇長在哪裡 對 好棒喔 你都認識的 好棒喔 可以嗎 好強喔 給佩琪姐 好強 好棒喔 來這邊來 好棒喔 好的 那我們把食材拿出來 有蘑菇 對 還有蛋 還有衣 還有山蘇對不對 還有山蘇 好的 還有蘿蔔 好的 完成 OK 好 來 接下來要怎麼做呢 咳咳咳 對 要咳咳咳 咳咳咳 好 Rachel想要咳咳咳 對不對 裡面全是 好 全部沒有關係 那 Rachel你把它倒進去好不好 這就是我們的馬告 對 這是馬告 對 也是我的秘密武器 來 Rachel 麻煩你幫我放進去 全部放進去沒有關係 全部喔 對 好 好 山蘇因為要做原住民的風味 所以你用原住民的一個辛香料 像的食物味就對了 對 OK 好 來 然後接下來要怎麼樣 咳咳咳 好 那你們要輪流喔 要輪流喔 好 那Rachel要倒一點 好 好 就把它倒一倒就對了 對 Rachel你聞到什麼味道 香香的味道 就是什麼味道 輕輕一點 輕輕一點 再輕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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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那他們在倒的同時呢 其實披薩呢 我們最主要外面的那個 就是用蛋去把它包起來 用蛋把它包起來 對 所以呢我會打個 三到五顆蛋 對 我們就是看一下人數 你要用的那個大小就對了 對 對 你會嗎 會 好 你趕快打一點 好 你這樣他們需要你 好 好棒喔 好 好 那你幫我再打一個 來再幫你摳摳摳 好 好 然後 很厲害 好棒喔 它其實很會打蛋耶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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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擦一擦就好了 我們擦一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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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Rachel在旁邊搞那個馬告 對 她說她覺得聞起來味道像檸檬 對 好 你會講嗎 好 我們來講 加油 快點 好 剛剛阿金姐的方式 會把山豬整個對的這樣細細小小的 我們來講 差不多山豬大概取它的 大概前面四下 OK 你的手指差不多四 這樣子 好 對 好 我想問一下營養師說 她今天準備的食材 她的營養成分大概是 對 我們看一下喔 Ryan現在拿的是蛋 我們Rachel拿的這個是馬告 對 馬告的特色其實 剛才Rachel她敲完後就說 這個是像檸檬的味道 對 你當檸檬的味道在精油裡頭 是一個提升喜悅的一種味道 而且會有提振的精神還有口 口 就是腸胃不動的味道 因為她的肌肉都會很難 然後覺得想吃東西這樣 對 因為我覺得馬告 我是第一次看到那個新鮮的馬告 因為都聽到原住民說 那個料酒加馬告 對 可是她剛剛打的時候 其實我離Rachel有一段距離 對 可是那味道一聞到 就覺得好想吃東西喔 對 所以她其實在營養的分類當中 她就是跟檸檬 柑橘類 就是同一欄這樣 了解 OK 那它最小心刺激我們的胃口 那我們今天的蛋呢 跟這個山豬 對 其實它們真是一個加乘的效果 對 因為其實山豬裡頭 其實它的維生素A 就是它其實是Beta胡蘿蔔素很高 對 但是其實Beta胡蘿蔔素高 並沒有直接對我們的眼睛 對 它需要我們 把它轉換成維生素A 才會對我們的眼睛是好的 山豬裡頭其實它的維生素A 就是它其實是Beta胡蘿蔔素很高 對 但是其實Beta胡蘿蔔素高 並沒有直接對我們的眼睛好 它需要我們這個蛋裡頭的軟鈴脂 幫它轉換成維生素A 才會對我們的眼睛是好的 了解 所以這很重要的 很重要 然後再來呢 就是我們今天的成分裡頭呢 還有一個叫做蘑菇 蘑菇其實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多糖體 所以這道菜炒完以後呢 加上我們剛才說的這個 這個山豬裡頭維他命C膏 然後蛋黃裡頭呢又有維生素 很多的維生素 然後包含了這個軟鈴脂還有蘑菇 它其實是一個增強免疫力的一道料理 了解 是很營養啊 對 秀琳姐妳現在在做什麼呢 因為剛剛在營養師講的同時 是 蘑菇已經把山豬丟到蛋裡面去了 對 我在做一個示範 然後那個蘑菇 好 山豬 山豬呢我就取前兩段 對 因為那裡的地方是最嫩的 對 就最嫩的 對 那剩下的呢我們就把它攤開 對 把它攤開 然後就是把它 對 然後把兩邊呢 就是取兩邊的葉子 那梗就不用了 就給志遠哥吃 這些 對 然後就差不多 切差不多的大小 是 對 這樣子 然後一樣就是攪拌進去 這樣子 然後再來還有我們的蘿蔔 蘿蔔 對 要蘿蔔 對 還要加 我們一樣用切片的方式 是 對 我們先 可是秀琳姐 妳現在目前看起來 我怎麼覺得妳把所有的食材 加到蛋裡面 妳感覺是要做一個烘蛋的感覺 其實它講白是烘蛋的方式 但是呢 剛才不是披薩嗎 剛剛還不是披薩嗎 等一下妳都吃到了 我以為妳希望妳可以做出來像披薩 因為它 因為炸烘蛋就可能會有感覺 但是呢 我們把蛋呢 就是稍微它的 做厚一點 對 然後我們裡面的內容物做豐富一點 對 然後呢 它在切的時候會比較厚實 切開的時候呢 就像披薩一下 真的 這樣一片一片 就是阿姨姐妳的名字是主座 妳剛剛應該叫三酥 那個米漢堡 有沒有 三酥米漢堡 小朋友就會覺得很好吃 對 我們還沒PK喔 現在還不曉得誰輸誰 還不知道誰輸誰 然後我們現在切一下胡蘿蔔 對 然後其實蘑菇啊 和蛋裡頭 其實它的礦物質心也很高 所以其實像大家一定有聽過 就是說 我們有時候要預防感冒 就有維他命C 加一個礦物質心的泡定有沒有 對 其實我們這個裡頭就有三酥維他命C 加上我們的蘑菇的礦物質心 它其實就是 就像發泡定一樣 那我們再切個幾片 好 幾片蘑菇 蘑菇再切一切 對… 好 就靠妳了 通通放進去 通通放進來… 請問一下妳這個是什麼來著 水嗎 這個是因為有點緊張 所以我想要喝一下 這個是米酒 米酒是妳要喝的還是要加進去 我可以先喝一口 然後再把它放進去 不行啦 妳要認得好嗎 其實就是可以把它放進去一下 然後因為它其實煮一下 它就蒸發了 就是它提香啦 確信 因為蛋有時候會有一種腥味 對… 所以這樣加進去可以提香 對… 好… 好香嗎 來讓我們加一點點的米酒 好 好 那我們再加一點點這種油蔥酥 油蔥酥喔 對 這是不是香香的 很香香的 去念念是不是都會有這種味道 對不對 好 再來呢 再加一點點胡椒粉 對… 好 不要很多會辣辣 對… 不要加太多 就一點點 好 我們就是這樣 再把它這樣 好 這樣舉 麻煩妳同一個方向 對 同一個方向 同一個方向喔 同一個方向喔 對…我們需要妳的幫忙 好 對… 對… 這個呢… 這個呢… 就要放進去了 來… 來…我們看一下 Rachel… Rachel… 謝謝… 感謝妳的幫忙 她倒得非常好 她很認真 妳看… 有沒有… 然後我們就把它倒出來 有沒有… 她就變成這樣 對… 但是…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對… 這樣會有點會不好吃嗎 不會不好吃 好 就是有一點點香香的味道 就可以了 來…我們攪拌均勻 同一個方向 攪拌均勻 對… 其實我還滿期待這道料理的 因為馬告的味道好香 很香 對… 該不會這個料理在妳餐廳有賣 即將就要上市了 真的喔 所以… 來這邊先吃菜 對 而且如果小朋友喜歡的話 爸爸媽媽 還有帶著小朋友 就一定會點了 對 爸爸媽媽就一定會點了 是 好 所以接著下來 妳要做的那個步驟 其實呢 就是以下鍋前嘛 對 就是差不多就煎一面 對 煎一面差不多五分熟 然後再把它翻面 是 就是看它的那個 面子有點焦黃了 對 然後妳再慢慢… 再把它往裡面收 是… 因為它… 因為它的那個料比較多 然後我們再把它就是 就是… 正面反面再把它就是 翻一下翻一下 讓它就是呈現有披薩的那種 顏色 對… 然後就起鍋前 我們再灑一點點 一點點的馬告 對… 因為馬告它可能會被 裡面的一些食材的味道 會再蓋住 是… 然後… 我們剛剛已經其實有先煎了 對不對 對 好 這個是我們剛剛先煎好的 但是還沒有灑馬告 對不對 對 所以再灑一點點馬告上去 所以我們要再灑一點點的馬告 在裡面 這個…不管橫看樹看 都是轟蛋 對 Rion… Rion…這個看起來像什麼 披薩嗎 有嗎 像蛋糕的 你看… 你看… 這個像什麼 披薩 妳看… 得分 妳跟小朋友說披薩 就是披薩 吃完了就變成小勇士 是… 小公主 所以呢 秀琴姐的這道 勇士馬告披薩就已經完成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 小小美食評審時間 是的 是的 好的 又到了我們 小小美食家的評審時間了 好 四位呢 現在都坐在這邊 然後呢 要先吃哪一道好呢 我覺得可以先吃一個 正餐給他 然後再來吃一個烘蛋 不是 不好意思 講錯 是披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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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吃披薩喔 先吃這個 先吃飯飯 先吃飯飯好不好 好 我們先吃飯飯喔 然後披薩先放旁邊 對 好 先吃飯飯 因為我怕他們吃了披薩之後 飯飯就會吃不下 應該是 對不對 好 不錯 而且你剛剛吃了超多餅乾 現在還是可以吃得下 厲害 對不對 全部都吃完了 很厲害 好 好 那吃完披薩之後 我們再吃一個春捲 好不好 好 對 她說什麼 直接一口吃 好 一口 一口咬下去 紙要吃嗎 紙 不是紙 那個可以 可以吃 那是米做的品 米做的 你可以咬 慢慢吃 對 慢慢吃 一口好不好 一口應該咬不動 以後他覺得那個透明的 都是可以吃的 你們喔 那不然我們先 咬咬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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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可以駕到原住民的部落 真的耶 真的耶 很豐賣 這個紙可以吃嗎 她說這個紙可以吃嗎 她說這個紙可以吃嗎 真的 那個紙很好吃是不是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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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米做的 對 我們吃的那個飯飯做的 Rachel你也吃一口 好不好 那個 可以吃的紙 那個是可以吃的紙 旁邊那個綠綠的可以吃 對 再咬一小口 QQ的喔 軟軟的 QQ軟軟的對不對 OK OK 咬到不動 咬小小口沒關係 Rachel有吃嗎 Rachel用聞的 她覺得就可以平分了 好 沒關係 沒關係 那我們吃披薩 那我們來吃披薩好不好 好 我們來吃披薩了好不好 Yeah Rachel這剛剛是妳做的耶 對啊 我們來吃一下披薩 然後有Rachel你在那邊磨的 有磨的喔 來 我們來吃一下這個披薩 對 我們來吃一下 最後一道其實不用吃也沒關係 妳不要很累喔 對啊 我們直接用手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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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薩我們直接用手拿 對 這個 妳真的明明就是烘蛋 蔡波能妳叫披薩 沒關係 蔡波能不能騙小孩子 因為她是披薩 妳知道就是要用手法 因為 因為她太粗粗 在小型那他們都認為是披薩 在廚房 她除了人都認為是披薩 Rion剛才說那個是蛋糕 我覺得根本的食慾真的很好 她沒有吃的光 真的 因為她媽媽要餓她喝酒 對 妳有沒有吃披薩 Jasmine妳有沒有吃披薩 有沒有 披薩 披薩有沒有吃 等一下重點是 她嘴巴沒有吃完 不是妳重點是 因為Jasmine是最好養的 她什麼都好吃 但妳有發現嗎 她披薩只吃一口 對 因為她嘴巴還沒吃完好不好 她那個可以吃的紙還沒吃完 怎麼了 那個Jasmine妳怎麼了 為什麼不吃完 不好吃就不小心 肚子飽飽了 好 沒關係 沒有因為評審 不然都好吃飯 對 妳吃這麼多餐了 還要再吃一餐我已經了吧 妳知不知道工作很辛苦 對 對 好漂亮 妳知道我們工作很辛苦 對不對 好 我們四位小小美食家都已經吃完了 接下來就到投票時間 來 我們往後站一點點 好緊張 接下來就要投票囉 好 好 那個Rachel妳先來一配姐姐這裡好不好 好 來喔來喔 Rachel 妳不會馬上就忘了我吧 而且妳看Rachel她現在笑細細的 Rachel應該對妳沒印象 因為她剛剛 Rachel 那個Rachel 一配姐姐跟你說 右邊那個是披薩 然後左邊 右邊那是披薩 妳知道嗎 喂 我聽了啦 不好意思 右邊那是披薩 左邊呢 那個是茶泡飯 剛剛妳第一個吃的 那妳決定好了嗎 決定好了 好 請去投票 決定好了 好 請去投票 耶 妳看得太棒了 好不猶豫 好 接下來第二個 Gavin來幫我們投票 Gavin Gavin 妳看阿姨是最頭皮的 Gavin是全部吃光耶 Gavin好棒喔 來來來 Gavin來 Gavin很厲害喔 好 Gavin Gavin 好 那左邊的是什麼 茶泡飯對不對 妳決定好了嗎 好 那要出發投票了嗎 好 走 謝謝妳 好棒喔 謝謝 她離手的時候還看著我一眼 冷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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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 冷冷冷冷冷冷冷 冷冷冷冷冷 久了 我不買單這樣子 好 Jasmine來囉 Jasmine 妳剛剛 我很擔心 我很擔心 可是問題是Jasmine剛剛披薩只吃一口 對啊 對不對 大家有認真在吃嗎 妳吃 妳吃一口吃會太飽了 太飽了對不對 其實比賽也很好吃 哇 也很好吃 真是會說話 我沒有聽到雙關語氣 其實比賽也很好吃 對 那妳覺得菜脯能好吃嗎 好吃 菜脯能也好吃 好 好 那Jasmine要去投票了 走 等一下 等一下 來來來 等一下 再給她一點機會 好 給她經濟一點機會 因為她一下就衝到那裡去對不對 等一下 那個 Ryan哥哥 一佩姐姐跟妳說 那個 妳可以投自己想投的 不一定要跟別人一樣 對 跟別人一樣就很酷 要有自己獨立的思考 妳OK了嗎 決定了齁 剛剛東西到底哪一個好吃呢 決定了齁 好囉 好 預備 開始 去投票 太好了 等一下 她剛剛真的有看我一眼 我可以請問妳一下 我可以請問妳一下 也不好意思 她同情票的 這個是真的是同情阿姨 還是真的妳覺得說 那邊比較好吃 比那邊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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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為覺得飯飯好吃 還是春捲好吃 春捲 春捲 Pizza好吃嗎 對 Pizza好吃嗎 好吃 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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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都好會說 好會 對 謝謝妳 好 Ry妳最棒了 最後呢我們營養師是幫我們補充一下 其實我們 對 剛剛有補充到說 小朋友在成長過程當中 這個B群很重要對不對 對 其實我也補充一下 因為這兩個我都有試吃 其實這個口感喔 因為他們的年齡大概就是 大半跟中半 所以以大半跟中半來講 這樣的口感的軟 還有這個菜的大小 對他們來講是OK的 對 對 那阿菁姐這個到料理 因為最主要是那個 菜有點長了 所以其實對這個年齡的小朋友來講 它比較不好咬 可是講實話 阿菁姐這樣子做完以後 他們居然都捧場 很厲害耶 對啊 因為它是很原食材的狀態 還能夠捧場 所以其實媽媽我的建議是 妳不妨如果今天要做三叔料理 妳可以先從這個做 然後再來做這個 好可愛 跟他們接受度 對 因為它如果這個都能接受 就表示很OK啦 對不對 就不需要再做出 而且今天我們這一道料理 其實就是春捲跟這個茶泡飯 兩個搭得剛剛好 它叫做3B料理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它有B1 B2 B3 剛剛好都有 好 怎麼說呢 我們的一般的白米飯 它其實欠缺了很多的B群 它是精緻的白米飯 可是我們的豬肉裡頭呢 它其實有B1和B2 好 那B1 B2對孩子來講多重要 大家可能會有聽過小孩子 有時候會在這個 會跟你說到了晚上或下午的時候 他會跟你說 媽媽我的腳很痛 大家有沒有聽過 就是他會說 媽媽我的腳痛喔 對 我女兒常說 然後我們都說這是成長痛 因為其實他們有時候會運動完以後 一整天 他們這個的確就會有點痛 對 可是呢 其實如果你的B1不夠的時候 我們會影響到我們的神經末傷 是 那我們神經末傷會影響到這個叫做肥腸肌 就是我們所謂的小腿肚 小腿肚 對 所以就會造成他們比較就是 會痛的這個部分 對 原來小朋友說成長的時候說會痛 是真的 是真的 我都以為小朋友說痛就是 真的 沒有 我都覺得 我都覺得我問你們說 早來明天又不想上課 對啊 又不想上課 就說一聲 對 因為有一些孩子他只喜歡吃飯 只喜歡吃麵條 他不愛吃譬如說任何的肉類 他的B1就有可能缺乏 對 所以要去看一下他的飲食狀態 那再來我們今天的菸鹼酸B3呢 他其實富含了B酸 他對我們皮膚來講 就是孩子的完整的皮膚 尤其是曬的部分 要讓他皮 我們被太陽曬以後 皮膚要能夠復原這件事情 對 就要靠維生素B3 所以我說今天這道料理叫做3B營養 對 阿菁姐這個 雖然說小朋友 雖然我輸了 對 但是其實你知道料理是3B料理 就是維生素B 如果要補充的話 可以多吃這個 是的 可是重點是因為阿菁姐的豬肉料理 它不是像我們滷肉 因為一樣都是豬嘛 可是滷肉滷很久 B2就會越來越少 了解 今天是快速的汆燙 B2就能夠被保留下來這樣 了解 其實這兩道料理都很好吃 如果爸爸媽媽 如果你沒做過山蘇料理 可以先從譬如說 秀琴姐的這個 對 不是披薩啦 假的 蔡芬能 然後蔡芬能開始 然後呢 妳就可以進階到像阿菁姐用春捲 就是更清淡 對 然後原始 但是她們還是吃啊 妳看 是 小朋友表現都很棒 給自己一個 好棒喔 好喔 那我們今天的料理很成功 大家可以用山蘇試試看 做小朋友的料理 對小朋友的健康很好喔 我們就是娛樂 下次見 拜拜